簡律師這邊 說你曾經處理過 一個棘手的案例 是透過社區管委會解決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借刀殺人 真的蠻厲害的 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很聰明 我之前是接到過一個管委會 委託我幫他把惡住戶 給強制遣除的案件 現在法律都規定說 如果你這個惡住戶 有這個喧鬧 氣之垃圾 屢勸不聽的話 可以請法院 把他強制遣除 那打一打打一打 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這個被強制遣除的 這個歐巴桑 他其實精神有點問題 而且很髒 可是重點是 他的女兒跟他的老公 都是住在同個社區裡面 而且還是認識 管委會的重要職務 我就想說 奇怪 怎麼沒人出來擋 怎麼沒人出來擋 因為我的媽媽 要被強制遣除了 難不成管委會都這麼的支持嗎 畢竟他女兒跟那個勞工都在裡面嘛 對 後來我就問主委 他就會說 沒有 是這樣子的啦 這個其實啦 這個媽媽算是社區頭痛人物 自己的女兒跟他的勞工也很頭痛 很想請他媽媽就是乾脆住到這個療養院去 可是怎麼樣 開不了空 自己的勞工 怎麼可能跟他說 媽你搬去療養院住 我幫你付這個錢好不好 所以說這個女兒跟老公也很聰明 他說 媽我在樓下幫你再買一間給你養老 你想上來看我們就出來看 媽很開心啊 終於來食物反捕孝敬一下了 就搬下去了 結果這個女兒跟老公就跑去跟管委會說 因為媽媽現在搬出去另外一棟嘛 那現在媽媽是這個頭痛住戶的話 那要不要考慮由管委會這邊開個區大 把媽媽給強制遷除 你看 就是由管委會開始把媽媽給那個送出去社區 而不是有兩個 而不是有女兒跟他的老公直接做 一個借刀殺人 這張真的很高喔 聽到也是很厲害 是是是是